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一幅神動的畫作 新竹傳統螺電工藝 將木材和貝殼結合 每樣作品都是師傅手工打造 大到家具 小到木盒甚至木書 每樣東西都可以鑲嵌上螺電 貝殼閃耀出細膩的光澤 為這些普通的用具增添一股風采 也因此吸引不少學生前來學習 這麼有文化的東西 而且它家具 跟隨我們從以前生活到現在來 單純就是說 希望說跟老師學習這個能夠 希望能夠這個東西 能夠繼續聯繫下去 在老師的指導下 將切割好的貝殼 一塊塊放上去比對 來自香港的陳富強師傅 毫不藏私 每個步驟仔細講解 也要求學生多多練習 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 刻線的部分呢 老師就講了說 你就是多做 多練習 然後他就拿了很多貝殼給我 那就讓我在那邊刻圓圈 刻直線 那你做久以後你就有信心 想做到螺電的精華的精髓的 精髓的在哪裡 你來 我會教你 只要有木頭就可以用螺電 向前裝飾 但這項精美的工藝 費時費神又費眼睛 陳副長認為自己出身工藝 世家當仍不讓要走這行 曾對於傳承問題相當憂心 但現在他已經看開了 我擔心也沒有用啊 對啊 我擔心就是釋放而已嘛 沒落又能夠怎麼樣 話說的灑脫 但遇到擁有熱忱的學生 還是願意費心教導 期待這項工藝能繼續傳承 線下之語 也希望自己能多些創作 呈現新竹羅電之美 也沒有辛苦啊 做出自己的興趣的事情 沒有辛苦啊 華視新聞 莊明憲 陳義偉 沈麗蓉 新竹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